男人为了夺取超人的超能力 他先是利用客室放倒了超人 随后跟超人同时握住客室 紧接着在四周加满高压电线 布置完一切男人果断启动开关 随着恐怖的电流将埃里克炸飞 他竟成功夺取了超人的超能力 原本无所不能的超人 此刻却像是玩具般被他丢飞出去 看着超人流血虚弱的样子 埃里克却还不过瘾 紧接着他向丢宝灵球一般 将超人当作垃圾丢了出去 这时队友见状联盟劝说先撤退要走 可杀心上头埃里克却不打算停止 眼看队友竟还敢阻人 他竟然直接一拳打死了对方 但殊不知此时超人已经拿到了客室 因为埃里克在夺取超人能力的同时 也得到了他的作用 在客室的影响下他瞬间变得虚弱 随后超人一个飞扑将埃里克按在高压电箱上 一瞬间大量电流透过客室击中超人 超人成功夺回了超能力 可没来得及收拾埃里克 当务之急事救出即将承受电击的莱克斯 因为他知道的父亲是杀害他祖父的凶手 并且莱克斯要报警让他父亲去做阿 于是为了清除莱克斯这段计议 父亲竟给他安排了电击疗法 即便这有可能让他失去信任 可当超人拼尽全力赶到现场时 莱克斯却已经完成了电击治理 并且恐怖的电击 直接让他失去了七个星期的计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